大家好,我是阿栋 我现在是在河南永昌 接着我们要看一座 汉代的古墓 她生前身份尊贵,锦玉石 但是却无辜往死 她是谁呢 这里是有一块碑,董妃墓 后面就是她的一个墓种 这董贵妃就是当时汉朝末年 汉贤帝她的妃子 在当时那个年代 天下骑凶命起 这汉世王朝引成了虚名 这汉贤帝也引成了 这个曹操手中的一个傀儡 汉皇帝尚且是傀儡 何况一个妃子 但是这还不至于赏命 他为什么赏命呢 还要从他的父亲说起 他父亲就是当时的一个大神 叫董成 曹操曹母人邪天子一令诸侯 所以他的势力越来越强 他也完全不把这个汉帝 当成一位君主 这个汉帝他也是内心 有这个想复兴主业的一个期望 所以他就想除掉曹操 当然这世面人全都曹操人 他找谁呢 他找一个亲信 也就是他的岳父 董成 他有一次呢 他招这个董成入宫 和这个董成闲谈一番 然后他说了一下自己的如何苦 说自己的如何不容易 说汉世的如何危险 然后他就送给这个董成 一条玉带 十分庄重的送给他 但是呢并没有说明 这董成呢 也是不明就里的 拿这个腰带就往回家去走 这时呢就遇见了曹操 曹操呢对这个汉世的一些旧城呢 也是非常的不放心 就过来呢拦住了这个董成 和董成聊聊聊 然后呢把他的玉带 在手上上完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秘密 又把这个玉带还给了董成 这董成呢 他回家 他感觉这个玉带一定是有问题 然后呢就左看右看 之后呢就把这个玉带拆开 在里面呢发现了雪照 是汉先帝用雪书 所写的密照 这董成呢不看而已 一看大惊失色 这里面写了什么呢 大意呢就是让董成 联络旧部 灭朝 这个灭朝呢不仅是汉先帝所想 也是天下所有的 汉世旧城所想 可是这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呢既然皇帝已经说了 还如此的恳切 用雪书下诏 董成呢联络一些 当时的一些大臣 这其中呢有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刘备 但是呢天不有汉 这个事情呢 败露了 董成没有成功 和董成一起密谋除掉 曹操的人呢 也都被曹操捉住 并且杀掉 遗其三诛 非常散 当时曹操是杀了很多人 他非常愤怒 他那愤怒是 他没有抓住刘备 刘备跑掉了 所以呢他就带兵 冲向皇宫 去治愿汉先帝 汉先帝呢虽然是皇帝 但是呢在这个曹操面前 他没有任何的权力 没有任何的威风 这件事呢 他肯定不会承认 曹操呢是直接逼我汉安帝 还记得一代照吗 你知道董成模反吗 当时的曹操呢 他真是有这个 把汉安帝杀掉心了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废怒 指向了董成的女儿 董贵妃 曹操身旁的武士呢 就把这个董贵妃给抓住 这汉安帝呢 就去哀求这个曹操 这董贵妃呢 他已经是怀有生命 这件事呢和他没有关系 能否放过他 曹操德呢 圣其灵恩若非天意 我已然被害 我还能留下他吗 在当时的 汉安帝身边呢 还有一个女人 就是夫皇后 这个夫皇后呢 也开始求曹操 不如呢先把他打入冷宫 等他把孩子生掉之后呢 再杀他 曹操说 要把他生出来 为母报仇吗 虽然呢也是看出 这曹操态度呢 也是非常坚硬 无论是汉安帝 还是所有人的求情 他全都不允 最后呢 是曹操身边的武士上前 把这个董贵妃 活活的勒死 一代贵妃呢 她没有犯过什么错 她受到牵连 卷入斗争 也上吊她的生命 在当时要杀咬她的时候呢 这夫皇后和这个汉安帝呢 都非常痛哭 做这种依不舍的告别 他们之间这种亲情的告别呢 也被这个曹操视为女儿态 曹操也非常的看不起 一个女人呢 她本没有什么错 她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她自想好好地陪自己的丈夫 可是呢 当时的汉安帝 她已全然没有这个皇帝的权力 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其实呢 这董贵妃的去世呢 意义非常大 不仅是代表这一代造的失败 也是代表着这曹操 和汉安帝和汉王朝 也正式地开始撕破脸 人们为了纪念这个董贵妃呢 也是对她这种墓 也是进行了这个修建 我们现在所看到 她这个飞种呢 是一个高十米 她一个周长呢 也是在这个八十米 是一个圆形的墓种 她这个站定呢 也是有这个五百多平 看这个飞种呢 也是让人感慨万千 我们现在所在这里呢 并不只有这个贵妃墓 它是以这个古墓为主体 扩建了一个园林 叫贵妃月 也是集这个旅游和娱乐为一身 整体的站定呢 也是有这个五十多亩 我们在这里呢 还可以听到这个月的声音 是有很多人在这里 跳光舞 在这里休闲 它这里呢 也是这个繁华闹市 一座古墓 它旁边呢 有这个住宅区 有红楼增 有繁华街道 而且呢 这里每天 还会有很多人 这样也许 这贵妃不会孤单 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 下个地方见 再见